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呢 是一套位于休斯顿Katy区的一个很好的学区的房子 这个房子非常有特点 它的小院子很漂亮 然后这个房子的客厅呢 不仅仅是这样的高挑厅 而且它的客厅是两面窗户的 看我的后面 这是一排窗户 然后再看另外一个 这边又是一排窗户 所以这个客厅真的是360度的亮堂 就是这个客厅特别特别的亮 你走到哪里它都是有窗户的 而且呢这个房子很有意思的是 它的构造呢很特别 所以说一进门之后 你就可以看得到后面那边是一个楼梯 然后楼梯的旁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排这样的窗户 一个门 门出去之后就是泳池 所以呢这个房子挺用心的应该说 它的这个设计是特别的亮堂 我今天现在过来的时间呢是下午的休算下午的五点钟 下午的五点钟 房子里就是这种这种明亮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主卧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它的主卧 你看它的主卧的条高有多高 它这个主卧的条高有20个费那么高 所以这个主卧真的是非常的高 看主卧旁边的大窗户都很大 所以呢这个房子就是这些各种细节上就会做得很好很好的 那现在我来到的是它的一个就是主卧的厕所 然后它所有的这些离离间什么都有翻新过 包括它的门 它的门也是加高的这种门 这种高门 然后一般这种高门就会相对贵一些 那它在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也是蛮好的一个区域 整个这个区域的房价都会相对来说高一点 所以这个房子的报价是59万9的这个报价 就将近60万美金的报价 那这个报价在整个区域当中它不算是最贵的 它也不算是很低的 就算是一个中等的这样的这个价位吧 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吧 一进门 然后右手边就是主餐厅的位置 然后左手边是书房 书房门口有一个全木质的双开门 所以这样进书房 就可以看到书房的这种感觉 整个房子的这种style就是一个纯美式的风格 然后这边这一排窗户也很漂亮 我们再往前走 看左手边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门 玻璃门 然后它望出去是做了硬化的小院子 但它的院子其实主要的院子的空间还是在那边的 现在先让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这儿就是客人用的客位 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客厅和厨房的位置 我们先来看客厅 整个客厅就是这种大的高挑的客厅 很美 而且这个客厅特别有特点 它两边都是窗户 这是我第一次在休斯顿看得到两面都有窗户的一个高挑厅的设计 所以整个客厅是365度 360度的那种亮 然后这一面呢就是厨房 厨房的位置很大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时间点是下午的5点钟 然后房子里是没有开灯的 没有开灯的情况下就是这种特别亮的这个亮度 很棒很棒 看那边亮的都有点 就是 就亮的有点耀眼的那种 主餐厅在落地窗的包围下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看一下它的主卧了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主卧 看主卧有多大 大落地窗的大主卧 并且挑高是这样子的 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么高的挑高的主卧 就是一套110万美金的大房子才有的 那这套只有不到60万美金 这是主卧的洗手间 浴缸 淋浴间 然后 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马桶间 厨子 这是一个一楼的感觉 好 现在让我们上院子来看一看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小院子了 一出来院子这儿就有一个吧台 这个吧台就是BBQ啊 大家一起过来烧烤的一个吧台 花花草草的都种着 然后后院那边是没有邻居的 那边是一个学校 所以它这样做成了一个这样的园艺 就是这一边 我们再看另外一边的泳池 全都铺了石头的硬化 所以说你是不需要割草的 这边就是一个大泳池 这个泳池很大 3500cc的泳池 哇 看到小壁虎了 那就一直到这边 这一片全是它的这个院子 所以这个整个院子 占地是很大的 但是它是一个L型的一个院子 这就是整个这个房子一楼的设计 现在让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也是有一点缺点的 这个地毯挺脏的了 我觉得可能要换地毯了 因为这个房子并没有翻新 所以地毯还是有点脏的 好 一上二楼 这边呢 就是一个Gamron 活动室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吧台 它所有的这种设计 都是非常老美国的感觉 看这个吧台的设计 也是很老美国的这种感觉 吧台里边有冰箱 微波炉 然后往里走 这边呢就是一个洗手间 其中的一个卧室 在这边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整个卧室的感觉就是很棒的那种 因为你看它整个卧室的这边 还有一个小心丝 做了这样的一个 很可爱的一个房间 把灯打开 不知道灯在哪儿 都没有开灯 就这样一个很可爱的房间 本身这个空间应该是一个阁楼来的 所以它把它打通了 做了一个这样很可爱 很私密的小房间 好可爱哦 好了我们现在上另外一面看一下 另外这一面也有两个房间 它每个房间都很大 这是一个客卧都很大 而且客卧都有落地窗 然后还是两个孩子 共用一个洗手间 就连它的衣帽间 客卧的衣帽间都这么大 很大的衣帽间 是共用一个洗手间的这种设计 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它每个卧室的面积都很大 所以说它楼上有四个卧室 楼下有一个卧室 一共是五个卧室的设计 好了这就是这个房子了 一套位于休斯顿Kitty区的很特别的二手房 因为这个房子的客厅是两面窗户的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每一个房间看上去都非常的亮堂 即便是下午五点钟过来也很亮堂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 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我是Gigi 拜拜 拜拜